全个红色头发的少女简直强得离谱 面对混混连剑都不用把就能将其吓退 她是刚收封一个月的女骑士塞西里 可一位疯癫的大汉却在现场到处乱看 严重破坏秩序 这次塞西里拔住自己的大宝剑来警告对方 谁知大汉根本不怕塞西里 于是塞西里的大宝剑就被大汉给砍断了 塞西里当场懵逼 这人咋不按头颅出牌 正所谓剑在人在 大宝剑的破损让塞西里顿时放弃抵抗 直接等死 眼看大汉继续挥剑要斩杀塞西里时 帅气的男主卢克却英雄俊美 同样砍断了大汉的武器 所有帅气的离开了这里 而塞西里事后开始调查卢克的身份 结果得知他是一位出色的锻造师 塞西里的剑是家族传下来的 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骑士 然后一个月前父亲死了 所以现在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 手追父亲的剑斩到最后 所以他找到了卢克 请他为自己也造一把锋利的剑 但卢克不同意 这时他们听见了声音 脚外有人在打斗 原来是运输货物的车队 遇到了被操控了打黑熊的袭击 卢克旗下打死了黑熊 这时躲在暗处操控这一阶的黑人 使用了恶魔契约 把人变成了魔物 面对魔物 卢克的剑也不敌 但塞西里并不逃走 反而坚守他骑士职责 当在卢克面前用他的凶打击 保护了他 卢克趁此机会现场铸刀 或许是铸刀现场太过华丽 总而言之 不仅塞西里无视魔物 转头过来看他铸刀 就连魔物也突然掉线 竟然真的乖乖的卢克铸刀完成 最骚的是 塞西里啥也没做 就突然精疲力尽 然后卢克铸刀完成 就直接秒杀了魔物 看到这一幕的塞西里很开心 又是拍了拍自己的盔甲 然后胸前的盔甲就突然碎掉 还被卢克给砍光光了 这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给塞西里铸刀 所以在塞西里缠了卢克几次后 无奈的卢克终于松口 说断刀可以 钱先拿来 亲兄弟还明算账了 塞西里一听需要很昂贵的价格 顿时气坏了 这天 其实团团账图来安排塞西里 去保护一名叫阿丽亚的女子 这完美的身材 骄傲的龙岩 简直就是女神级别 但可惜她不是人 而是一把魔剑 这可以不用任何媒介 就持住疯人的神级存在 同样地道里的囚犯 都被吓得一种特殊宠类 一旦吃下 就会体内长虫 并被幕后人操控 塞西里也很想去帮忙 她遇见了一位活死人 但是塞西里无论如何 都没法杀人 导致她被骑士们看不起 这次骑士团没有抓到那个黑衣人 于是团长决定犯险 在展示会上 两出魔剑阿丽亚 引蛇出动 她派着塞西里 作为展示魔剑的人 这让塞西里进退两难 她不希望自己的朋友阿丽亚 显入危险 所以卢克给她指招 既然无可避免 那就唬她到底 到了展示会之间 魔剑才刚刚亮相 黑衣人事先准备好的恶魔就显身了 团长事先准备好的人 竟然都被秒杀 恶魔拿到了魔剑 面对如此强大的恶魔 塞西里束手无策 但她还是太想住阿丽亚了 于是她向卢克下跪 祈求 卢克最终同意了 于是她又开始现场做刀 然后恶魔竟然又光站着不动 等她把刀组好 她组的刀只能砍恶魔三下 最后一下需要塞西里去砍 就算恶魔生前是人 塞西里也决心自己下得了手 塞西里成功了 她把基地上的刀 带着无比的信念 刺中了恶魔的心脏 救回了阿丽亚 所以这种结论就是 卢克铸的刀比魔剑还要牛逼 后来塞西里发现 卢克唯一助理丽莎 每天只穿同样的工作服 而且卢克对丽莎的态度很冷淡 这让她看不下去了 于是故意带着恶人一起逛街 塞西里私下教卢克 应该多关心丽莎一些 她也当了少女的年纪了 所以卢克开窍地给她买了新衣服 路上丽莎小心翼地找话题 鼓起勇气 问她好看吗 有点木纳的卢克没回答 但是送了一顶帽子 给她搭配新衣服 这让丽莎开心不意 不得不说 塞西里是上大分的人 自我觉悟很高呀 还懂得替蓝柱 稳住后宫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这天 塞西里和阿丽亚被袭击了 对方拥有大地区魔剑 且自称是夏洛特殿下的仆丛 多利斯 于是 两把魔剑开始交锋 她是帝都的公主夏洛特派来抢风之魔剑的 而夏洛特本能去找卢克 傲慢地命令她成为帝都的臣民 卢克拒绝 夏洛特就拿出了黑炎之魔剑 但被卢克轻松打倒 而塞西里勉强打倒大地之魔剑 又出现一把射光之魔剑 和魔剑杀手的魔剑 被塞能围攻的塞西里 立马被打爬下了 魔剑也被抢走 竟然卢克及时赶来 守住了阿丽亚 但没想到这是一场乌龙 大家竟然都来到了市长面前 夏洛特直言要买风之魔剑 但是市长不允 要让夏洛特证明自己的身份 夏洛特就教出了一把帝国血脉 才拥有的短剑 当晚被安排住在了塞西里的家里 原来这个公主带着三个仆人 已经迷路很多天 才来到这里 睡不饱睡不好 并且还没钱 带着塞西里家可不是那么好住的 她家有个特别力量的女仆监管家 不允许有人白吃白住 所以强制让夏洛特四人敢家无活 就连塞西里也不得不换上女仆装 以及敢家无 但是她笨手笨脚只会添乱 但重点不再敢家无 而是女仆福利 经过相处 塞西里得知夏洛特的母亲一年前死了 而她的母亲的一生愿望 就是重新得到陛下的肯定回到皇室 所以这次夏洛特的所作所为 也只是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 拿到魔剑 让父亲肯定她 近来 夏洛特和三个女仆 在夏洛特的家里过得很开心 很幸福 这让夏洛特有点迷失的方向 她开始想在这里生活了 但是她母亲的遗志怎么办 夏洛特很无助 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 塞西里的管家给了夏洛特答案 去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就对了 这天 市长收到帝国的信件 信件里表示 帝国皇室没有夏洛特这个人 让他们把没收的魔剑送到帝都 并将夏洛特按律法处置 听到这封信的内容 夏洛特心灰意冷 她和母亲都被毕下 遗弃了 显然这不是夏洛特的错 所以在西里坚决表示 要活出一切来保护夏洛特 市长提出解决办法 就带着夏洛特去军国避难 这是唯一解决办法 而且帝都已经派出军队来喂押了 而要让军国接受他们 就必须出卖帝国的情报 夏洛特说什么也不同意 当晚夏洛特的三个女仆 为了夏洛特天真地要去偷魔剑 想要在陛下面前证明夏洛特的能力 鲁克遭了先见之明 他和萨西里在那里坐等三人 萨西里劝不了他们 跟他们打了起来 双方都有双方的执着 萨西里想带着夏洛特他们去军国 而三个女仆想让夏洛特幸福 最终 萨西里将三人足够击破 夏洛特赶来看到昏倒的三人 萨西里表示 你还看不到吗 这三个人才是你现在的情人 你要为了死去的母亲 不顾他们的安危吗 不管用什么方式 活下去 抓住自己的幸福 才是回报所有人的期望的途径 夏洛特被说清醒了 他放弃了对母亲的执念 开始追寻自己的人生 拧走前 夏洛特表示这次是一个叫西格 弗里德的人送从他们来抢风之魔剑的 而管家后来知道萨西里有新上人后 就强制地把他打扮成可爱的少女模样 命令他去俘虏那个新上人 也就是卢克的心 正好有个叫阿卢莎的女孩 要找卢克修短剑 请他带路 萨西里面好恶趣地去了 这天卢克带着他 追见了他青梅竹马丽莎的坟墓 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他没能保护他 当初 林有两人不顾禁令去山洞里面 结果丽莎被里面存在的魔物 卢努巴尼尔给杀了 那叫卢克的父亲也被杀了 只有卢克活了下来 这是他一生的痛恨和懊悔 而就丽莎的名字 也是根据青梅竹马的谐音来取的 但在西里来看丽莎 是因为两人很像 再过一年 封印瓦尔巴尼尔的圣剑 就会迎来极限 所以的内波切 需要一把新的圣剑 而卢克就最有希望造作圣剑的 断造师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这个世界的身份 如此特殊的原因 目前圣剑的断造 卢克始终缺一点东西 但是不知道到底自己缺了什么 所以开始埋怨自己的无能 这天 阿里亚在街上碰到了埃鲁莎 从他口中得知了魔剑的来源 原来魔剑是无数仇恨的复生品 是对瓦尔巴尼尔的仇恨 聚集而成的产物 当晚 在黑衣男子的阴道下 他带着疯癫的老男人 又找上了卢克 老男人拿着埃鲁莎 这把名为仁慈的魔剑 想要杀里莎 而黑衣男人 负着托作卢克 他拿着名为黑衣男的魔剑 可以吞噬一切 这场战斗以埃鲁莎战死结束 他也是一把魔剑化身 但现在却变成了普通的剑 这时 黑衣男人说丽莎 就是瓦尔巴尼尔 他的身上有瓦尔巴尼尔的血液 他是卢克用青梅琼马 制造出来的恶魔 最后 他们都看到了黑衣男的剑 没几天 这个黑衣男就以帝国战士团 团长 希格弗里德的身份 出现在了塞西里面前 塞西里的话不说 拿刀就要砍他 等到了圆珠会议上 世界的各国代表都在催卢克 赶紧做出圣剑 一边对他说无尽的嘲讽和风凉话 说他为了救自己 把恋人变成了恶魔 就让一旁他塞西里怒火三丈 经过几天的思考 塞西里已经接受了丽莎的身份 他为自己躲避 而向丽莎道歉 丽莎表示自己只想照顾好卢克 而卢克也表示自己要拼上一切 保护好丽莎 这一刻 塞西里明白了 三天前的内藏死亡 并使卢克跟恶魔做了交易 是因为缔结恶魔契约的话 只能有本能吟唱 而且 当时青梅竹骂了两人 只想保护对方 所以想要保护卢克的丽莎 一定是用自己的身体 缔结契约 想要变成更强大的 也就是恶魔来保护卢克 从而撞上出了丽莎 和卢克一直做不出圣剑 是因为他没有在锻造过程中 注入爱 一直以为是自己杀了丽莎的卢克 这一刻似乎也想通了 他找到了丽莎 询问他是否后悔在自己的身边 丽莎也说出 自己一直以为 自己作为丽莎的一生 会给卢克带来痛苦的想法 卢克赶紧告诉他 他很后悔 一直把丽莎当作丽莎的一生 冰单包以后 不会这样做了 丽莎可以做自己 走自己想走的路 两人的接地都解开了 魔物却攻从来了 这都是西格弗里德的计划 他想毁灭一切 他不在鬼中 掳出了真面目 采西蒂被安排去救人 而卢克就单挑西格弗里德 他这么做 这是为了保护萨西蒂 想要保护的城市罢了 丽莎和卢克走散 只能去求助萨西蒂 萨西蒂拒救卢克的路上 被一个女生阻止 阿丽莎为了打败他 耗尽了力量 还和萨西蒂约定好 以后继续并肩作战 但萨西蒂却不知道 他要消失了 等萨西蒂赶到时 卢克的剑和手臂 都被西格弗里德给消掉了 萨西蒂恶话不说的 挡在卢克面前 为了萨西蒂 卢克立马开始 最后萨西蒂用这把刀 用他爱的信念 把对方打炮了 你没听错 打炮了 而不是打死 并且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之前提到的中期boss 哇巴尼尔 根本就没有出场的机会 说好要做的圣剑 也没有交代 并因为会有第二季的消息 但这已经是09年的动漫了 所以阿根 也不要指望 还能出去做 当抛开这莫名其妙的结局 整体观看还算凑合 而我做梦也想不到 真魔剑的魅力竟能这么大 被人们使用 还反复卖来卖去 看完我这样大声说一句 也请给我拿一把 麒麟币这个东西 顿时不香了